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 运用兰花造景 怎么摆采美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生产系 时尚设计系师生合作 已约十种各色兰花搭配官业植物 完成造景作品 勇夺今年台湾国际兰展第一届 全国杯青农教育兰花景观布置竞赛冠军 今天22日 学生将金牌作品重现校园相当吸睛 得奖作品主题 贫科南风 寻觅兰基 由手绘大型山景布幕当背景 在运用大量虎头兰 文心兰 蝴蝶兰 石狐兰 惠兰 仙女兰等各式品种 层次堆叠出守护屏东的大武山 白色丝带装饰成瀑布 利用小花蝴蝶兰展现台湾族守护神的百布蛇 以桃湖即服饰代表传统工艺与文化特色 呈现平科大与平线在地多元文化景观 此次竞赛由农学院长城福奇 农园系教授金石文与时尚系副教授 陈秀卒带领两系共11位同学参与 校方说 今年是国际兰展首次举办兰花景观布置赛 全国共有10校 12队或选到展场布置 每队有3天时间作业 学生从寒假就开始备战 学生说 搜集花财 花了不少时间 有享用的兰花 却找不到花矿最好的植株 因此不断修改 希望把兰花最美的姿态与特色表现出来 另外 农学院长城福奇所育成的蝴蝶兰 也今年兰展中获得两枚铜牌及一枚第三奖 进문 完成 看 农学物